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听一个自媒体博主说呀 在天朝买房子,买的是资产,在加拿大买房子,买的是债务 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有趣,一直想聊点自己的看法 今天有点憋不住了,就聊聊吧 这种说法非常有煽动性,而且伪装成非常中立的样子 似乎移民来加拿大的这些人,都是大傻瓜 尤其是买加拿大房子的朋友们 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在加拿大买房子的这些华人中 我不相信有很多人在后悔,或者会后悔 更不相信这些朋友们判断力有问题 不论移民或者不移民,很多朋友都同时体验过 在天朝和加拿大买房子的过程 其实作为房屋本身来说,不管在什么地方 只要具有市场价值,其实都是资产 对于资产的定义,我就不用将百度 或者维基百科上的概念复制粘贴过来了 朋友们如果有时间,可以用多种语言去查一查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交换得来的什么东东 可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可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可能属于个人,也可能属于机构 不用我多说,朋友们都知道,房屋是一种有形资产 是固定资产中的不动产 在自然属性上,是由一片土地 以及建设在这片土地上面的建筑物及其腐蜀的植被构成的 在商品属性上,这种资产应该可以完全自由的在市场上流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论在天朝买房屋,还是在加拿大买房屋 买来的都是同一类型的资产 不同之处在于,在天朝,你买来的资产中完全属于你的 只有土地上面的建筑物,而土地本身并不属于你 也就是说,土地和建筑物是玻璃开的 产权证只是你家房子内部的空间 土地只是使用权,实际上就是租运权 房主呢,没有土地的财产权 在加拿大,如果你买了房子 房子下面的土地也是你的私有财产 就连土地下面的矿产资源和埋藏文物 也都属于房主个人的 更别说地面的建筑物和腐蜀植被了 所以,从资产的意义上来说 在天朝买房,我们只能得到一部分资产 而在加拿大买房,我们则得到完整的资产 现在我们再聊聊债务 债务就是我们要偿还的欠着的东西嘛 是通过市场行为产生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 资产可以独立存在,而债务不可能独立存在 存在单方资产,但是不存在单方债务 这方面,我的观众们都比我知识冤博 我就不用展开聊了 在房屋市场上可能存在的债务 主要是按接贷款 因为房屋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商品 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买房子不欠债是很难做到的 在加拿大如此,在天朝也一样 当然,这个问题如果想抬杠也有得抬 你可以说,也有父母帮助子女全额付款买房子的 没错,这是事实 我还可以说,买彩票中大奖全款买房子的呢 在这种情况下,买来的房子是没有债务关系的 我想啊,之所以有些自媒体博主说 在天朝买房子买的是资产,在加拿大买房子买的是债务 主要指的并不是银行按揭贷款 也不是指康德公寓类型的物业管理费 而是指,加拿大的房屋业主每年要向当地政府支付地税 而天朝的房屋业主呢,不需要支付地税 其实,地税是一种市政公共事业费 即使在加拿大,如果我们在没有人提供市政服务的地方买房子或者盖房子 我们也不用向谁支付那笔税收的 但是呢,如果在一个比较热闹的大小城市买房子 因为要利用人家的公共服务,市政税就在所难免了 自来水工程,污水处理,垃圾收集处理,公共交通事业,警察,消防等都得花钱了 这时候,也欢迎您来抬杠 这些公共事业在天朝的城市里一样也不少 为什么不通过税收的方式来维持呢? 如果您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您不得不承认,天朝的市政也是由纳税人养着的 并不是免费的 世界上不但没有免费的午餐 免费的市政服务也是不存在的 就房屋而言,如果把市政服务税费当作一种债务 那么,在天朝买了房子的市民 的确不是债务人,而是债权人 从房屋成交的那一刻开始,房主们所在的那座城市就从他们账上一次性预支了70年的地税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自媒体博主们说的相当精辟 在天朝买房子,买的就是资产 因为债权本身也是一种资产 一种无形的资产 而在加拿大,政府是不能这么干的 市政各种费用预算,都要民选议员们审核批种 当然,加拿大的地税也不是先干活后收钱 而是先收钱再干活 只不过,育针的费用不会超过一年 市民呢,分两次支付 在支付了地税之后,就债务关系而言 加拿大的房主们其实也成了债权人 而市政府呢,则成为债务人 在这个时候,加拿大的市政府和加拿大的市民们的债务债权关系 与天朝的情况差不了很多 唯一不同的就是,加拿大的房主们需要每年预付一笔费用 购买市政府的各项必要服务 而天朝呢,则一次性预付70年的费用 购买70年的市政府 大家都清楚,如此长的债务,风险也是相当大的 所以,就我自己而言 我更喜欢预付的期限不要超过一年 就如我每年向清雪公司预付一年费用一样 我不可能一下子付给他们70年的费用 买人家70年的服务 除非我和清雪公司都分点了 如果比较加拿大和天朝对契约的尊重和保护 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的羞耻之心 都不会说天朝更尊重契约 天朝很多城市大量的拆迁雪类事件 在加拿大是没有的 而天朝地方政府为什么那么热衷于 拆人家的房子,破人家的家呢? 就是为了钱嘛 就是为了将土地租出去 预支70年的租金 而且中间还可以随便毁约 毕竟绝大部分交了租金的市民 并不知道自己与市政府签过租地契约 而且一次性就预交了70年的租金这件事 政府撕毁契约,拆了市民的房子 市民即使想打官司讨说法也没地方去啊 因为法院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 不会接受市民的诉讼请求 勉强接受了,也不会公正的审判 而在加拿大,除非房屋结构受到严重的损坏 随时可能倒塌酿成人命事故 地方政府不会强制居民搬迁的 而房屋受到地质灾害或者水灾火灾等不可抗力的时候 政府也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将灾民请入星级酒店临时居住 帮助灾民解决问题 因为加拿大的地方政府不掌握土地交易的话语权 几乎没有可以拿来向外长租或者出售的土地 所以在土地交易中 地方政府始终处于一个比较超然的地位 很多情况下政府不但不热衷于拆旧房盖新房 而且呢还会阻止开发商在已经达成交易的土地上开发建设 我家附近的一片土地上有一个修车行 因为那里能解决四个人的就业 政府就没有批准开发商的土地建设申请 到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天朝和加拿大买房子我们买的都是资产 不同之处最主要的在于资产的完整程度 在天朝和加拿大买房子 我们都会产生一些债务和债权的关系 或者由于按揭贷款产生 或者由于市政服务产生 也就是说一些自媒体博主的话 只不过是华准取宠而已 朋友们不必太过认真 当然我说的话也许看上去比那些博主们的见解更有道理一些 但也是一家之言 好了,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bye